没错,今天要讲的故事跟大学宿舍有关 这个学校的宿舍传说最多的有两栋 一栋是女宿,另一栋则是前女宿 而黑无常的宿舍正好就落在前女宿的旁边 然而黑无常是个没有接触过怪力乱神的麻瓜 纵人他也以为这些恐怖传说就只是传说罢了 那天夜里,黑无常与他的室友小林正聊着有关于占卜的话题 聊到大约凌晨两点,两人睡前打算上个厕所 从宿舍房门往厕所的路上会经过一个阳台 就在黑无常路过那个阳台要踏进厕所时 眼角忽然闪过一道墙光 他疑惑地转头望去,并回过头拍拍小林的肩膀问道 你刚才有看到那里有很亮的光吗? 小林则面无表情地回答 没有 黑无常指挤阳台外说道 没有吗?就在那个方向啊 刚刚很亮耶 小林此时眉头伸锁地说 你看错了吧 黑无常疑惑地再次确认 奇怪,是建筑吗?还是车子啊? 接着小林开始面色铁青 严肃地说 你看错了 此时的黑无常才忽然想起 身为占卜师的小林是看得到一些东西的 呃,一定是我看错了 说完,黑无常赶紧转身进了厕所 而就在两人洗手时 面对走廊的灯忽然灭了一盏 诶,电灯坏了吗? 黑无常说道 此时小林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 并怒斥黑无常回房间 就在他们迅速地回到房门口 心里稍微有些放松时 左侧眼角忽然瞄到一道黑影 身高约170 身形看不出是男是女 双手弯曲成爪摆放在胸前 并从墙壁走出 黑无常立即开门冲进房间 而小林也在身后快速跟上 你看见了吗? 黑无常惊魂未定地问小林 小林点点头 他刚才是路过吗? 黑无常接着问 不对 他一直都跟着你 小林回答 那 他现在在门外吗? 黑无常话还没说完 门外随即传来了敲门声 这一天晚上 黑无常与小林就在诵经中度过了 诵经途中 门口还依稀传来动物尸体的腐臭味 而其他室友依旧睡得香甜 隔天小林对黑无常说 门口的他已经被请走了 但就在不久后的某天下午 黑无常起床后 发现自己的椅子正横躺在地板上 书州周围散落着落叶 夹杂着那似曾相似的腐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